微软系统在昨天发生了全球大档街的事件 导致还有航空公司的系统也受到了影响 而无法进行电脑作业 包含了台湾虎航还有捷晶航空等 都是改采与人工化位的方式来进行报道 而今天的状况又是如何呢 今天早上虎航的报道 柜台前还是一样大排长龙的 急报了机场大厅 不过虎航强调 目前这个定位的系统的服务供应商已经恢复了 所以包括了购票管理订单以及航班搜寻等等 还有机场柜台报报等服务 现在都是可以正常运作的